最近的话这台车是已经开启了一个预售 预售的价格是从17.38万元到这个24.88万元 然后分为两个大的版本 一个汽油版 一个混动版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什么 就是聊这台车作为一个换代的车型 它到底改的什么改的怎么样 我总结了一下这台车有几个改的好的地方 有几个改的不好的地方 咱们下面来一一来说 首先说这个改的好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这个动力的变化 增加了一个2.0的这个混动版本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降低这个混动版的门槛 这个2.0的这个H1精英版 就是2.0的混动版 起步价是只需要18.18万元 而且这个厂家还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下定的一个抵扣理 也就是说在这个技术上的话 其实还可以再往下降一点 那么第二个改的好的地方 就是整台车的一个车机智能 比上一代的车型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特别是加了这个8155的芯片之后 它的整个车机里面的功能 跟网络相关的一些应用网 更加的丰富 比如说它增加了这个AR的HUD 然后还有这个Carbrake CarLife 以及HiCar三种手机混零的方式 另外的话就是还有语音控制的功能 甚至还有这个声纹识别系统 以及这个面部ID识别的系统 那么第三的一个改的好的地方 就是在安全性的方面 这次的话是加入了 丰田最新的这个TSS3.0的安全系统 并且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 EDSS紧急驾驶辅助 还有这个交通识别 然后便道辅助啊等等一些 全L2加级的一些功能吧 并且在背动安全上的话 也是搭载了10个安全气囊 并且这个安全气囊的面积啊 比之前的会更大 而且反应速度也会更快 这对于这种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的安全性的保障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第四的一个改的好的地方 就是在隔音上面 据说的话 这台车是实现了 这个37项的这个静面性的升级 包括90%以上的隔音棉的这个使用 而且是采用了这个品质很好的白棉 同时外就是后窗新增了一个 0.76毫米的 这种比较厚的这个隔音玻璃 虽然说目前不知道具体表现怎么样 但是从整个这种材料的运用上面 确实还是能够感觉到 这台车的隔音静面性应该是不错的 最后一个改的好的地方 就是这台车在豪华感或者说整个类似氛围的营造上 也相对来说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一个是加入了香氛系统 然后另一个就是在整个车内加入了这个氛围灯 氛围灯这个东西确实要给一个好评 因为氛围灯其实是最简单高效的提升车内档次的一个东西 确实还是不错的 而且是一个64色可调节的一个氛围灯 那么改的不好的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是我比较个人主观的一个地方 就是外观 这台车是采用了两套的外观设计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我在广州车站上也是看过实车的 我觉得实车合照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很多车是照片不好看 然后实车好看 第九代凯美如来就是反过来 照片很好看 但是实车真的表现一般 当然我还是强调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线 那么第二个改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整个车机 刚刚说好 现在又说不好 这不是矛盾吗 它就是这么矛盾 虽然说它用的这个8155的芯片 但是整台车的车机的这个 各UI的设计 包括整个屏幕的大小 都没有像现在很多用8155芯片的这些车子 看起来那么的有科技感 或者说那么的有高级感 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第二个改的不好的就是动力 但不是这个混动版 而是这个燃油版 燃油版是采用的这个2.0升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跟之前的这个型号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这一次为了应对更高的排量法规 所以说这次在参数上面是进行了一个缩水 比如在这个功率上面 老款的2.0 它的一个功率是130千瓦 但是到了新款的 就是咱们这个第九代 开美瑞身上就变成了127千瓦 缩水了 3千瓦的这个水平 虽然说缩水的额度不大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2024年的车型来说 这个动力不深反降 确实还是有点让人心理上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的 最后就是在价格上面 虽然说现在是一个预设的状态 但是这个混动版 就是2.0升这个混动版 18.18万的这个预售价格 其实并不算便宜 因为目前这个老款的2.5升的混动版 已经有1万多 甚至将近2万的一个优惠力度了 也是其实只要18万出头的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价格 还可以再往下叹一点 总体来说吧 第九代凯米瑞的这个改变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然后改的好的地方也是大于这个改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在2024年这个节点上面 依然认为这台车其实竞争力还是比较一般的 尤其是面对这个新能源大缺失的这个中继下面 只能说它比上一代车型确实是更强的 但是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 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亮点 或者说它的一个竞争力还是一般